当你以为内云没人的时候 芒果总是能挖掘出一些好苗子出来 就跟当年我是歌手捧红一众萌尘珍珠 如邓子齐一样 在回锅肉选秀这块 平台总能整出点新玩意 新一季浪姐开始录制 看了一长六的名单 我只能发出周迅同款感叹 好多人啊 目前已有剧透的姐姐们 人数已累计到36人 大家想得到的来 大家没看过的也亮相了 这一季没有像宁静 纳英那般的绝对C位了 关于冠军的猜想活动 反倒是变得有趣起来 既然咖位差距都不大的话 如何吸引到更多的粉丝 就看在舞台上的表现了 这种应援的刺激感 仿若是回到了梦最开始的时候第一季 韩雪 七威演员组强势搭档 和杰常年陪跑中转正 摩拳擦掌准备大战一场 首先看到演员组的两位大将 韩雪与七威 他俩都属于成名的比较早 代表作是堪称经典的 但随着后辈们热度的冲击 近两年慢慢转型到真人秀赛道 韩雪是多个演技类精进演综艺的学姐代表 既能体会一下管小孩的责任感 又能适当地增加自己的曝光 运气好点 节目组给机会的话 他还能跟蛇尸蔓掩青蛇 在新播出的《无限超越班2》中 他做到了助教的百分百 为了激怒性格温润的张栋梁 展现出他很暴躁的一面 韩雪瞪着眼睛激发出他的恨意 等到张栋梁被调动情绪 骂出声来后 沉浸了表演的韩雪也湿润了眼眶 他能来参加 最起码也能存活到成团业 七威的强推理能力 让他先后常驻大侦探与女子推理社 相比起韩雪端庄大方的形象 七威走的是耿直欲解的路子 别人朝他身材没料 还去代言内衣 他不屑一笑 那是因为我红了 别人笑他在时装周上的造型太丑了 他承认的确没做好 但同时也表示 自己还是继续尝试不同风格的 一个温吞性子 一个火爆脾气 这两姐在一个队里可就好看了 四次陪跑的和杰 这次终于被芒果看见了 她本就是内于初代少女偶像的代表 唱跳俱佳 全开脉都不怕 为了上浪姐 已经是几个孩子妈妈的和杰 很早就开始锻炼塑行了 这样上镜能够好看一些 虽然私生活方面 他被诟病了许久 但浪姐舞是个看实力的 只要和杰能够形成碾压式的厉害 想必他离翻红就不远了 外国有人淘汰率高 卖江湖地位比肩卑鄭妮可二代 韩流一难评 36个人里边 有7个是外国人 这个比例算高的了 从第三季开始 节目组便开始将目光投到外瑜 想把各个国家与地区的过气顶流们 召集过来 打一波回一杀 这一次也不例外 只不过看了名字 感觉起码有四个会是炮灰 专门用来淘汰的 麦与正妮可倒是值得期待一下 他们一个是泰兰德版Baby 演戏反响一般 但时尚领域混得不错 一个是女团初心 是Qua的rapper 舞蹈担当 性感炸弹 追泰于与韩瑜的观众们 是觉得春天到了 2024年的新春衣食 备受瞩目的浪姐舞 终于开始录制了 目前30多位姐姐 已经全部抵达湖南长沙 引起了观众们的 强烈关注和讨论 在这些姐姐当中 有三位参赛者最受关注 那就是七威 萨鼎鼎和陈丽君 七威是世浪姐多次邀请的实力派 自不必多说 而萨鼎鼎作为国家队籍的著名歌手 毫无疑问将会在比赛中闪耀 至于陈丽君 则是备受瞩目的乐剧演员 他主演的新龙门客栈 深受网友喜爱 演出门票一度难求 可以说以一己之力 重新带火了乐剧这种国粹 而他加盟浪姐舞 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挑战 更是对传统与现代 艺术与娱乐的一次碰撞和融合 更加令人惊喜的是 浪姐舞已经曝光了一公部分的分组 情报显示 陈丽君 柳妍 陈浩宇 萨鼎鼎是一组的队友 这一消息公布之后 立即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讨论 很多网友都表示 这俩种子及选手在一起 那舞台表演不得炸了 至少相比于其他组别 这一组的传统文化底蕴 已经率先拉满 赢在了起跑线上 还有网友们觉得 相比于浪姐舞 应该好友更加适合 萨鼎鼎与陈丽君的舞台 而这个舞台 则是网易的逆水寒 相比于更加娱乐化 更像是名利场的综艺舞台 逆水寒反倒更加纯粹 更推崇传统戏曲文化 而且还早已跟萨鼎鼎 有过极为良好的合作 充分证明过自己的艺术性追求 早在2021年 逆水寒为了推广红音职业 就特别邀请了 以空灵泛音唱腔 闻名国内外的萨鼎鼎 为红音创作宣传主题曲 而萨鼎鼎在了解了 红音门派的设定之后 也深感这一源自西域的门派 跟自己推崇泛音的风格相契合 因此自己谱曲制作了 同名宣传曲红音 以一种婉转高亢的曲调 唱出了出色江湖的 红音现世的震撼 悠扬空灵之声 令听众过耳难忘 此后 萨鼎鼎还加入了 逆水寒的国风天团 出席了逆水寒小寒国风节 至于逆水寒跟传统戏曲的关系 则更加紧密了 早在2020年 逆水寒就本着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 在游戏中搭建了一个 古色古香的传统戏台 黎韵阁 并邀请了许多著名的戏曲艺术家 通过动作捕捉复原经典曲目的方式 将昆曲、京剧、黄梅戏等 戏曲种类的经典唱段 完美地呈现在游戏中 去年 逆水寒还原了国粹京剧 而今年的戏曲推广 暂时还未曝光 有网友认为 陈立军很可能作为乐剧的代言人 加入到逆水寒离韵阁中 将经典唱段完美地复刻在游戏中 让游戏玩家们 可以借助数字技术 在虚拟世界中近距离欣赏传统的戏曲艺术 如果届时再有萨鼎鼎的参与合作 那影响力和传统文化氛围就直接爆表了 想想就让人兴奋 上半年浪姐 下半年批歌 芒果已经凭借这两大系列 垄断了内娱 成名艺人团选综艺市场 其他平台压根儿不敢再入局 如今 浪姐5已经开始录制钱彩和拍摄宣传照了 除了两位国际姐姐 自宣但没被拍到外 其他人都被拍到了达到长沙的路透 本季全阵容彻底曝光 其中 国内姐姐有27人 分别是张于熙 亚米 杨锦华 陈浩宇 袁亚维 蔡文静 苗妙 韩雪 何杰 无恙 刘新 尚文杰 朱丹 周扬青 柳妍 万妮达 李希瑞 谢金燕 管月 萨顶顶 郭书瑶 李佳格 韩逸 陈立军 王林 范甜甜 七威 国外姐姐有8人 分别是澳大利亚的蔡诗云 美籍韩裔的郑妮可 越南的孙夏琳 美国的Sasha Alex Sloan 印尼的Sarwanda 法国的Joyce Jonathan 泰国的Bocca Lion 俄罗斯的Maurie Cranberry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网传浪捷舞 全阵容是36人 而且日本前AKB48的 不动C前田敦子 曾被爆料将加盟 粉丝甚至在3月1日 去机场等个接机了 但后来又被船取消了行程 至于原因 某网友声称 前田敦子本来是确定要来的 但他的负面舆论太多了 节目组甚至遭到了上面的施压 所以才取消了 这个小插曲还冲上了热搜 有人表示惋惜 但也有人叫好 直言芒果退货退的好 总体来看浪捷舞的阵容 基本能得出三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 第五季没有大姐大 或者说没有谁一眼看上去 就有冠军像 歌手方面 萨鼎鼎的咖位无疑是最大的 但和那英的作品量 国民度 人气和影响力相比 又差得太多 基本是没有夺冠希望的 演员方面 韩雪的口碑 虽然褒贬不一 但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 如果不是因为 他是君乐宝的代言人 他的强大背景 很可能帮助他最终拿到冠军 当然了 没有大姐大 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不卷咖位卷舞台 这一季 其实有不少能力者 比如韩团成员 郑妮可 前火箭少女101队长 Yami 北京舞蹈学院科班出身的苗妙 当红乐剧演员陈丽君 大vocal袁亚维 尚文杰等 值得一提的是 萨鼎鼎是刘欣参加2011快乐女生时的评委之一 当时萨鼎鼎一路从长沙赛区力挺她到总决赛 而凭借浪姐一翻红的同界快女李斯丹妮 当时得到了蔡国庆的全程力挺 当年各类选秀节目的秀人 如今已经是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 所以观众经常会看到师徒同台的场面 比如宝岛记中的奈英和爱依良 如今萨鼎鼎和刘欣在浪姐舞将同台竞技 不视为节目的一大看点 第二个信息 秀人含金量很高 前四季浪姐中 每一季都不缺秀人的身影 比如玉可为 张寒韵 周比畅 吉克俊逸 谭维 刘希君等 今年的浪姐舞也不例外 而且高达八位的秀人 创下了这个系列的新高 分别是超女快女 出道的和杰 尚文杰和刘欣 中国好声音的袁亚维和万尼达 创造101出道的Yammy 我行我秀的七威 以及华人星光大道的陈浩宇 八人之中 有人正当红 有人已经过气 有人混成了经纪公司老板 但大多数有点知名度的秀人 都自带流量 可以预见的是 浪姐舞开播后的争议事件不会少 秀人们的粉丝会是主力军 但对于节目组来说 这无疑是热度的保障 第三个信息 国际姐姐再创新高 浪姐第一季时并不被业内看好 最大金主甚至只是一个微商 但如今 该系列不仅是那于最好舞台竞演综艺 而且越来越国际化 去年的国际姐姐多达七人 而今年海外艺人数量再创新高 多达八人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的浪姐寺 因为有越南艺人之福的参赛 这道芒果纯原创的综艺走出了国门 被越南电视台买了版权 节目开播后 在当地很火爆 所以不排除 今年还可能被其他国家引进版权 更加国际化 最后 纵观浪姐舞的名单 还是不得不为曹璐感到一难评 落选之后 曹璐在社交平台做出了非常真诚回应 分享了自己这些年在浪姐系列的三次半面试 第一季时 节目组主动找了曹璐 好友孟佳当时还问他去不去 但可惜 曹璐在此之前 已经口头答应了另一档喜剧类综艺的邀约 最终错过了浪姐 第二季时 节目组和曹璐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视频面试 但最终给出的理由是状态不够好 第三季的面试时间只有半小时 当时曹璐就觉得没希望了 节目组最后给出的理由 是与某个演员姐姐撞行了 第四季 曹璐没有得到面试机会 今年第五季节目组给出的理由 是他太素人了 但是 节目组宁愿选择唱跳演都不会的周扬青 口碑不佳的范甜甜 电竞圈的韩依盈 不温不火的演员管乐和无恙 也不愿意给前韩团出声唱跳巨家 对舞台充满热情的曹璐 实在难以理解浪姐舞节目组的这一选择 不过曹璐本人心态很好 在回应视频中感谢了节目组 一直强调没关系 还说相信自总能加盟某一季浪姐 但愿下一季有他 简直播剧场上节目组意习惯的